昨天新確定的病例有94808位 本土疫情延燒讓許多醫護人員苦不堪言 一人郭彥均25日貼出自己與醫護朋友的對話 想呼籲大眾避免群聚多多體諒醫護人員 不過對話中醫護朋友一句 看到這麼多孩子就這樣走 引起前議員王浩宇關注 發文表示將主動整理相關資料提報給CDC 希望指揮中心能盡速查出是哪所醫院 有不少網友跟進湧入郭彥均臉書留言 要他公布醫院甚至指責他 散布謠言 眼見事情越演越烈 郭彥均將文章刪除 並在27日凌晨發文澄清 只是醫護朋友想透過他 來呼籲民眾善待醫療人員而已 因為這樣私下的對話造成恐慌 也解讀成好像有更多隱匿數字 這樣的誤會 郭彥均誠懇表示 真的很抱歉 面對輿論壓力 郭彥均也發布現實動態 對支持者喊話 每一個鼓勵對我都很重要 我都會好好藏起來 謝謝你們 金神 金神 enzyme 劉勢 劉勢 庭 inclined 雎 須 谢谢大家